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現在因為有工程的關係所以各地的物價都已經上漲了 相信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以至於呢現在大家在雜貨店買的東西啊 那價錢都已經跟以前的價格完全不能比了 至少至少都多了這個戰爭稅率跟城堡稅 所以目前的這個稅率的話是12% 以我的這個伺服器來說是12% 可是呢可能有些人他沒有注意到 就是有一個地方啊 目前有一個地方他還是維持沒有被抽稅的一個價錢 可是那個地方他說真的他沒有那麼容易去到 那或許我說到這裡的時候已經有人猜得到說 我講的是哪一個地方 好如果你猜到的話應該也沒有錯就是你想像的那個地方 好那我們來用個東西吧 很簡單就是這個 長寶圖的捲軸 那長寶圖的捲軸過去呢他可以幹嘛 大家都知道了嘛 就是可以在幸運商人這裡買道具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除了防武捲跟迴捲之外呢 這裡還可以買1000罐的治癒藥水 那他的價錢就是完全沒有抽稅 最純淨最純淨的價格 包括防武捲這些當然也都是啦 只是說你可以在這邊一次買到最多 那這個以目前整個天堂的世界來講 他已經 你已經沒有辦法在其他的地方用這種價錢去買到了 所以呢 這個價錢算是蠻難得的啦 那可以帶多少罐軸就帶多少罐軸 他最多可以帶到963罐 欸更正 他可以帶到1000罐 那我剛才買了963罐 那差一些齁 那因為負重的關係 我就不把它買齊 但是這個方式呢 跟大家分享 雖然說他真的不是很好進來 首先你必須要從製作裡面 你要拿到這個長寶圖的碎片 你要拿到這個破掉的長寶圖 才有辦法去製作長寶圖的卷軸 然後飛過來就一次 一次讓你買1000罐紅水 就沒了 那雖然說這個小技巧啊 這個小心得是不是有點 有點不大有用啊 不過還是跟大家來做個簡單的分享 好謝謝大家